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想做的菜 就是杂菜炒櫻花蝦 有什麽杂菜呢? 最主要就是椰菜 椰菜和櫻花蝦非常相配 如果未煮過可以試試 櫻花蝦我從台灣買回來 如果我家裏沒有櫻花蝦 那怎樣呢?就是蝦米 蝦米先浸水 蝦米先浸水 如果妳未買過就試試 買點來試試看 但我去過西盈盤的海味店 它標明是蝦花蝦 看上去就不是 因為蝦花蝦 你教大家選擇 蝦花蝦這樣摸下去 是不會刺手的 因為它的頭部不會刺刺 如果你這樣摸下去 輕輕摸下去 它又刺刺你 那些就不是蝦花蝦 因為蝦花蝦頂頭是沒有刺的 所以刺不了你的 是乾身的 你說我不會選擇 那你就去一些有信譽的 上市公司的財譜 一定不會騙你 一騙了你它聲譽有問題 那我去台灣買就不會騙的 因為大超市買的 那你如果去台灣東港那邊 有一個市場也是專買蝦花蝦的 如果去旅行可以試試看 廢話小說 那說回我們今天有什麼材料 蝦花蝦一堆 喜歡吃多一點就多一點 少一點就少一點 沒有問題的 那另外就是四粒蒜頭 就大半個洋蔥 半個一個沒問題的 自己喜愛的 那這個荷蘭豆 一堆了 那紅蘿蔔 還有這個椰菜 椰菜就半個而已 那你說我喜歡吃多一點 那你就放多一點 就是沒有限制的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選擇這些料呢 就是因為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如果吃菜最好吃多一點顏色 那其實這裡已經有五種顏色的了 那這個蒜頭是白色的 那這個洋蔥我用了紫色的 那紅蘿蔔就是橙色的 那這個荷蘭豆是深一點綠色的 那椰菜就淺黃淺綠這樣 那有五種顏色 那比較營養那裡可以多一點去不同的地方 就是會有益一點 就不用吃死一種顏色 都提回大家吃蔬菜也好 不要長時間吃死一種的 因為攝取那個營養不夠多元化的 那現在就做些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了 就切了些東西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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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材料 切完材料 切成丝状 椰菜要切幼一点 因为要快点熟 洋葱也是切幼丝 放入少许油 放入蒜 随积加入洋葱 搅拌 小羊 鲜 鲜 鱼 肉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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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蚝蚝蚝蚝蚝 放入蚝蚝蚝蚝蚝 炒至软身 没有加水 豆和椰菜都想软一点 烤5分钟 才放入味 烤5分钟 你看到菜会黄一点 軟一点 不用煮这么久 但是没有什么水 然后我们要洗味 首先放入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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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海盐 黑胡椒 少許芝麻油 放入芝麻油 芝麻油是有益的 放入芝麻油 放入芝麻油 在家裡試過就可以上碟了 這就上碟了 我們煮多些蔬菜 多些顏色大家健康些 也可以減脂 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清淡淡的 夏天的開心價值都試一下 拜拜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